I'm a boss That's the pack Killocene Get a check 顶着一头金发 围露胸肌帅气开唱 歌手Nick周汤豪 去年11月首度公弹 吸引上万粉丝到场 不过日前却有人 假冒他的身份进行诈骗 然后就一直在跟你聊 可能就是也在了解你这个人吧 聊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作息啊 然后他就是会传一些照片给我看 原来A小姐日前在抖音上开直播 提到自己最喜欢的偶像 就是周汤豪 没想到却反遭诈骗集团盯上 利用AI技术换脸芯片 嫌犯不只变脸成了周汤豪 拍下生活照传送给对方 为了增加真实度 甚至还拨打视讯电话 照片上面的跟影视上面都一样 我觉得很真实 然后还用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然后说他是真实的人 叫我要相信他 天天嘘寒问暖 以为自己真的在和明星交朋友 没想到却是骗局一场 AI周汤豪声称账户被冻结 又说有律师的孩子需要钱动手术 请粉丝一起募资做爱心 这样的诈骗话术其实很老套 但却能轻松骗倒粉丝迷媚 前前后后炸了50万元 演算法一开始是去算脸在哪里 那所以当你转头转到太侧面的时候 那个脸在软体上就侦测不到 所以侦测不到的时候 他就会停止换脸 眼见不一定为真 警方提醒除了可以观察 对方转头变换姿势时 是否露出马脚 还能透过挥手等动作 找出影像破绽 破解新形态的AI变脸诈骗 3G文江文贤 黄云凡 赖心仪 桃园采访报道